哈喽我是大脸喵 这期视频呢分享一下如何从高细节的模型上提取出alpha贴图 供我们以后呢可以随时使用 包括一些衣服的褶皱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提取最后做成alpha的贴图 首先呢我这里准备了一个扫描的模型 比如我想将左腿这里的褶皱提取出来 使用遮罩画出想要提取的部分 让遮罩的区域呢越接近平面越好 尽量的不要跨越太大的范围 那接下来右侧找到提取厚度变成零 关掉双面显示 点击提取然后点击接受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模型 然后呢使用Zremesher给一个比较低的面数 重新拓扑得到一个低模 接着使用UV大师给他一个简单的UV再点击平铺 稍微调整一下这个UV 把它竖过来尽量呢摆正一点 最后再回到低模这里 Ctrl D细分模型到有足够的面数 下一步来到投射这里准备把高模的细节再给他投射回来 那投射的距离呢输入0.1就可以 点击投射 然后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平滑处理也好 加入细节也行 总之呢就是可以好好处理一下这个部分 处理好了以后呢降到最低细分 接着来到置换贴图这里点击创建置换贴图就得到了一个Alpha贴图 然后点击克隆置换也就是复制一个置换贴图 可以通过Alpha这里的操作呢反转贴图的方向 达到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 接下来就可以把这张图导出到PS中对它进行编辑 我们创建一个新的层放在最底下填充上这个灰色 然后把褶皱的层呢移到中间来再复制一个褶皱的层 底下的这个层进行一个高丝模糊的处理 主要呢是把边缘比较突兀的地方呢给模糊掉 另外一个褶皱层给它添加一个褶皱 先填充黑色 再用白色笔刷把中间的褶皱画出来 当然反过了操作也可以 总之呢就是达到褶皱的中间比较清晰 边缘比较模糊这样的一个效果 还可以通过色阶调整对比度 让效果呢更强烈 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去调色 然后保存 回到ZBrush中导入刚才修好的alpha贴图 基本上呢就可以在其他项目中去使用了 效果呢还是可以的 但是它是个2D的效果 不要指望呢它能给你3D的效果啊 肯定是和之前的高膜细节是有一定差距的 那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用它复刻竖啊 岩石啊等等这种的纹理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 希望能帮助到你 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了你 我们下期见